IKEA是家喻户晓的瑞典品牌,它是全球最大的家具零售商。 年初因疫情影响,IKEA位于全球的433家分店有80%被不关闭。 但瑞典的防疫政策是不封城,不停业,所以瑞典的IKEA也一直没有停止营业,只是关闭了世界有名的,每天人流量巨大的一家餐厅。 虽然IKEA一直营业,但他们严格限制顾客人数,有多少人出才放多少人入。 但即使疫情还没结束,而且要排长队等待,瑞典人依然要来IKEA,可见他们对IKEA的喜爱。 这是宜家餐厅入口。 这周他们恢复营业了,我们去看看,为什么很多人说一家餐厅是被家居业耽误的美食巨头呢? 地上的黄色贴纸是提醒顾客保持距离,餐厅限制作为数量,不能像以前一样人山人海了。 我认为这种项目的数字。 这颗色是多少? 我认为这种项目的数字。 我认为这种项目的数字。 你必须留下来下来。 好,好。 你会找到这个项目的数字。 这个项目的项目。 服务员告诉我 把这个蓝色的碗放到对应颜色牌子的桌子上 牌子上写6 表示可以坐6个人 但我们只有4个人 这是为了保持距离 一家餐厅是IKEA一张响亮的名片 据调查30%的酷客到IKEA购买家具 就是冲着他家的餐厅去的 一家创始人英格瓦曾说 你永远无法和一个饿着肚子的人谈生意 一家餐厅因此应运而生 这是一些凉菜 可以比较大 嗯 99克朗一份烤猪排 在瑞典来说不算贵 这是瑞典肉丸加果酱配土豆泥 最开始一家餐厅因为此食物而出名 后来也成了瑞典菜系的代表作 这是猪排79克朗一份 一家从一家家居店做到全球餐饮第六大品牌 当然它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是绝对离不开 它对于客户需求的敏锐观察 和对产品的认真态度 而对于其他做餐饮的企业 特别是跨界做餐饮的企业 一家的成功一定或多或少 对他们会有一些启发 很多人对一家的印象 不仅是满足装修装潢 购买家居用品的消费场所 还是一个周末出游方案 我和朋友们就喜欢周末 带孩子来一家消费 孩子们特别喜欢一家餐厅里的食物 也许这是一家餐厅 能够成为餐饮巨头的原因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